請問在受訓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海軍陸戰隊 經過他們的受訓之後 包括調整之後 有可能成為 所謂的海豹突擊隊嗎 那當然有 我們希望 這些人不等於是海豹突擊隊 我們美國 他有黑豹 有海豹部隊 有三角洲部隊 有綠冕帽部隊 都特戰跟特種作戰的部隊 那我們有派人去受訓 這些受訓回來之後 變成種子教官 擴大私訓 把美國這個好的制度 好多訓練的方式 甚至他好的這些 比較尖端的武器 把它交到這些基層的官兵 變成我們的海軍陸戰隊 變成一個訓練很精良 訓練很嚴格的作戰部隊 這個就是美國的這些部隊 美國因為他有實戰的經驗 再加上美國是不斷的在演習 不斷的跟外軍的做交流 所以他美軍的 在這一方面的訓練 又加上很嚴格 我們知道聽過 看過電影《魔鬼四關掌》 就是講美國海軍陸戰隊 他的訓練是非常嚴格的 那我們再看到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 日前中國有公布 就是他的 前11的戰機 有掛反輻射飛彈 那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也稍微需要了解 因為雷達的系統 都是耳目 目標的獲得 在對空 不管對導彈或對戰機 他可以做搜尋 那這個固定的雷達 會被敵人在第一波就摧毀 導彈打固定 那飛機打機動 那我們知道還有一個是無人機 無人機可以打固定 也可以打機動 所以我們知道他掛了這個 這在他的腋下 有掛 這個反輻射飛彈 他的反輻射飛彈 掛了 這個是他的左翼 這是他的右翼 都掛了這個東西 那他這個我們換句話說 這是我們對我們的機動的雷達 是有威脅的 那這個狀況怎麼樣 怎麼辦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這個時候 可能在機動作戰的時候 他機動以防 你這個車是隨時可以跑的 但是可以跑 他一樣可以鎖定 他一旦鎖定之後 他還有抗感染能力 一旦你發射電子波 你就是關掉了 但是我已經追蹤 我掌握到了 我繼續攻擊 我抗干擾 我抗你的欺敵的方式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要這個E2K的預警機 要做接替 因為他在任務的 他在這個安全走廊上面 來實施他的這些空中的偵查 然後把這些資料 列入到我們的指管的系統 一樣可以做 所以固定雷達怎麼用 機動雷達怎麼用 E2K怎麼用 要在平常的時候 要做一個很萬全的整備 才可以有萬全之策 他這個就是一些中共所公布的一些照片 他的千級機 這個是他的前二十的一些照片 他也主動公告 有這個有大內宣的性質 但是我們可以從中共所公告的 這些訓練的影片當中 他的武器跟他的戰術戰法 我們要可以研尼知道怎麼要去破它 因為任何東西都可以破 只是看你用的 你研究的深不深入 看得廣不廣 了解的有沒有全盤 你看他這個飛機 他就是剛才所講到的 所掛到的這個反輻射飛彈 就這個時候出來了 他的反輻射跟美國的AZM88 這反輻射飛彈非常相像 重量大概就是700磅 大概就是350公斤左右 他的射程大概就是 100到150公里之間 我們可以知道 他這個是CEN-15的訓練 跟CEN-16 這是弱艦訓練 因為CEN-15是用在航空母艦 他目前的是遼寧號 他正在北部的海域 在黃海或者波海一帶 做起降的訓練 CEN-16他也有公告說 他在地面上做超低空 他在超低空做一些飛訓 好像在做特工 因為超低空的時候 可以容易突擊 雷達發現的碗 對方應變的碗 應變的時間非常的短促 所以會造成這個在空優上面 在戰術上面的運用 他是比較隱蔽 在達到突擊的效果 這種這個CEN-15跟CEN-16的畫面 可以作為參考 那在這個 在這個共機昨天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都有在從禮拜一 一二三四 都有在這個西南空域做活動 但是他這個有不一樣的 就是他的這個 他的航機 那這一個運巴的這個反潜機 做了一個八字航線 一般來講三個航線 一個是跑馬航線 一個是八字航線 如果他的時間夠 他會做一個蝴蝶航線 那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區域大概 大概相當於三分之二個台灣那麼大了 那他這個我們可以知道 他這個有幾個特色 就是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他希望做廣域的 在勤收 因為你如果是那個是跑馬航線 你就是我們講舉行航線 你大概就是一個固定單調的 所以過去是一個跑馬航線 跑馬航線 那現在這個變成八字航線 八字航線他可以把這些區域 第二個就是減少他的死角 減少他的死角 他可以在八字航線當中減少他的死角 死角減少了這個勤收的成功率 以及他的嚴密度就增加了 那第三個留空時間 他留空時間既然那麼長 那他就要做一個八字航線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比較這個目前的狀況 比較抵近到東沙島這個區域了 這是我們要想到 他對東沙島這方面的勤收 在戰術上他的位置 他的價值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從這個分析當中 他是非常重視 對東沙島這個戰略位置的掌握 上面兵力的部署多少 有戰力有多少 我們要處防他 我們可以從他的動機 來了解他的企圖 有他企圖之後 我們在戰術上應變 來做一個相應的調整 東沙島真的是非常關鍵 我相信已經聽到張將軍 不止一次要特別注意到 東沙島的最新的情勢 我們都會認識到 我們都會認識到 最新的電視 宮廣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